歡迎再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上志 那麼來看這一節 有關於民進黨的部分 先看一下 在這個所謂的 中中辦法選區的部分 王旭堅所在的這個選區 因為現在林長佐 已經確定他宣布不出來選了 究竟民進黨是誰 在整個民調當中 我們一看這個圖太明顯 這個綠的 嚇死人的支持度 就是王旭堅 那麼其他相關 包括我們看到 無論是政力軍或劉耀仁 或其他的等等的無配義 他們的資深完全不能比 王旭堅是遙遙領先 其他的內部的民進黨的競爭對手 可是他說他不願表態 他說他不要選 但是他現在還是預告說 他說他下週一會領表選立委 真的嗎 但是他說是除了中正萬華 中山北松山之外都有機會 這個有點 是王旭堅的這種玩笑的 所以他就不選了 那麼現在究竟怎麼辦 那麼萬華選區 不可能就讓走 一定還會推出強棒 現在梁文傑被點名 林楚音也說他短期內 會做好分內的工作 究竟會怎麼樣 有一點點混沌 那麼只是說現在到底究竟 已經確定王世堅不選 到底有沒有最後的機會 大家也還在看 這個是就一個選區 就王世堅的選區來看 至於有關於賴清德的部分來看一下 當然定於一尊民進黨總統初選 只有賴清德登記了 基本上就是他了 那麼他接下來就會開始 三月底就正式打選戰了 在我們剛剛講國民黨 還有點內部亂來亂去的時候 當然只是現在也有人發現 賴清德他的空戰部隊動起來了 只是說竟然說 現在不算是空戰的正規部隊 是正規部隊 不是過去我們所熟悉英系的 或各式各樣原來的那些側翼 所以也都是開始打空戰了嗎 賴清德 不只如此 最近接連的都是賴清德的飯局 這次包括宴請了野百合跨派系的要角 也就是說是年輕一輩 在民運黨當中的 那麼這些的 現在越來越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 所以這裡頭有各式各樣的人 也包括吳思 姚 蘇巧 會 趙怡湘等等 20多個人一起吃飯 那麼也包括民進黨的秘書長黃崇燕在內 所以這裡頭看起來這種持續 透過飯局的內部整合 是在進行中的動作也非常的大 那麼至於在此同時 我們也看到發現了民進黨 現在最新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 認知作戰反犯專案小組 那麼包括了依賴論 依賴清德 以美論 現在有一些戰略的思路是從黨部 那麼配合服務院黨的部分 即使來發動的 所謂認知作戰也好 此外也值得注意的 現在是不是有關於賴清德的部分 參選或民進黨 一些年輕的金主也出現了 是指遊戲橘子的大股東嗎 因為主要是現在我們看到 遊戲橘子當中有比較密切的 這位蔡家俊 剛剛換了擔任了文化內容策進院的 董事長 總之給了他的一個官方投資的 一個機構的部分的一個角色 另外橘子大股東另外一個肖正豪 則是長期以來 從2017年開始 跟蔡英文陳菊 賴清德的關係都不錯 而且也都甚至透過他所屬的電競團隊 遊戲產業配合政府的很多大外宣 跟年輕人方面的 籠絡的一些政策 那麼所以現在到底是不是遊戲橘子 除了就是他們從企業界幫忙民進黨 或幫忙賴清德之外 也同時政府會給這些他的企業 一些特別的資源 喬來喬去 大家互相的搭配 楊明 我們先從中正萬華這個選區開始講起 昨天我碰到王世堅議員 因為你知道他在地方 現在盛傳他是要去挑戰何志偉 對 你知道連何志偉陣營 他們都在很擔心 說禮拜一如果他登記 是登記在他選區 那不得了 因為王世堅的網路聲量非常高 所以他們綠營內部是有一些討論 我昨天碰到王世堅議員 我說你要挑戰何志偉 沒有 他是這樣講 但不知道他禮拜一會不會這樣動 所以我們就禮拜一看 當然剛剛紅衛議員也說 他禮拜一也要去登記 我們22號 對 就下個禮拜也都 就是藍綠都有 下個禮拜開始都有所謂立委登記 但是中正萬華不用登記 因為他在民進黨 他是已經公告為所謂的 監困選區 好 這個監困選區的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是可以保持 他的一個彈性 他也可以跟其他政黨合作 所以叫林昌佐這個模式 他是可以繼續複製的 對於國民黨來講 我覺得在這個選策會的事件過後 不妨就把中正萬華也公告出來說 所謂的可以來做所謂的 徵召合作的一個區域 因為過去兩屆 國民黨在這個選區 基本上都沒有拿下來 而且在2020年 就是徐立信加上林育方委員的票 是大於林昌佐的 也就是說這個選區 非綠陣營是可以大於綠的 可是國民黨兩次都是落敗 要不要考慮看看 這一次是不是可以拿來做一個 所謂的非綠聯盟示範區 我覺得這次給國民黨 一個建議就是說 這個選區不如就來運作 這樣的一個模式 也許可以分兩階段 國民黨人選推出來之後 再去跟所謂第三勢力 有意願的來做整合 我覺得不妨用這個模式 所以也許對國民黨 或說對非綠陣營的人 會有一個期待 好 這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我們講到民進黨 今天我看了一下 今天離大選 剛好倒數三百天 三百天 三百天 民進黨已經就定位了 賴清德已經就定位 而且很明顯 你看這一篇報導 它強調就是 其實經過這幾天 我認為整個賴清德的幕僚一號 我小英的幕僚一號 他們都是做夢也會笑 對 本來去年底 他們認為2024很坎坷 結果沒想到 經過這個禮拜這樣子 這個國民黨的操作完之後 他們覺得 看起來 民進黨應該是個連任 又有希望 所以他們這時候要幹嘛 要玩團結牌 對 即便我們都知道 英賴一定有心結 他們表面上就會營造出 你看 只要能夠 誰能夠讓蔡英文的 八年的執政 能夠獲到肯定 只有賴清德 英賴突然變成一個 一個生命共同體 這個實在是轉變太厲害了 這個疑美論 依賴論 這個服務院黨共同 就是體現了你剛剛講的這個 不要忘記 當初依賴論 不是藍軍操作 那個是 你知道嗎 是我們政府御用的外媒記者 是講說美國方面 對賴清德的 台獨立場有疑慮 是 那完全不是藍軍 能夠操作的媒體 所以我說這整件事情 現在民進黨突然整個 畫風改變了 他們氛圍改變 為什麼 因為會贏 民進黨是一個非常務實 只要選戰 能夠獲得勝利 拿到資源 他們可以不惜一切 什麼都可以犧牲的 所以我覺得藍軍 如果還沉溺在這種 所謂的內戰 或是說不趕快去整隊的話 真的 2024危機重重 紅危危機重重 我先講一下王世堅 因為王世堅 他對外公開的是說 他不會選中正萬華 他也不會選我這一區 台北市第三選區 所以我感覺比較放心一點 比較鬆口氣 當然最後堅哥到底 他是選擇哪一個選區 那一定是投下震撼蛋 當然我覺得這個 我們就等著他下個禮拜去揭曉 另外我其實比較看重的 就是說我們剛才前面一趴講到 國民黨的紛紛擾擾 剛才不是講就是說 蔡賴再怎麼不合 但是他有個體認 蔡賴最近最後 他是命運共同體 沒錯 所以我覺得同樣的 就是說現在不管 朱立倫跟侯友宜之間的陣營 因為這一段的時間 有什麼大家爭議 但是倒有一個共同的體認 不是只有這兩個人 還有包含你們的團隊 通通都要有個體認就是 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 大家在同一條船上 國民黨很需要這句話 對 我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這個 我請大家現實一點 這個很重要 那第二點就是 賴清德他確實已經在清理戰場 大家比如說看到南投的 他的選舉的結果 可是顯然賴清德並不以此為滿 他還在做整合 我想特別講一下 他講說他現在的空戰部隊 他會開始動起來 他會是正規部隊 而不是側翼 他比如說他找了一些各派系 比較具代表性的 可能口條比較清楚 邏輯比較清楚 然後聲量也比較高的 然後開始請他們 可能慢慢 他們就會是一個 他的空戰部隊 我認為賴清德吸取了 陳時中當時敗選的 慘痛經驗 陳時中記不記得 當時空戰搞了什麼 教堂進來 搞了一堆他們那個小朋友 這邊要自己搞空戰覺得很爽 最後發生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你做出來的影片 你的宣傳 大家會覺得說 第一個不是你 然後出了很多的問題 網紅都是網紅 對 還有很多這些 不管是側翼也好 或者網紅也好 無法控制 比如說我們剛剛教堂 還有最有名的周玉寇 是不是最大側翼 但是無法控制 簡直是最後成為 他選舉最大的豬隊友 那他現在選擇的 都是黨內派系 而且這些 都有一定的政治的經驗 也一定的選舉的經驗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他所有的論述 他可以比較掌握得住 而不是這些側翼 網紅這邊隨便亂打喊打喊殺 最近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幾個有兩大網紅 曾經他的臉書被關閉 是他們在抱怨 什麼牙醫史書華跟孟乃春秋 對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 賴清德就是在清理戰場 是 他並不需要這些 變成自走炮的側翼 最後在他的選舉的過程裡面 對他造成非常大的干擾 對 所以這一點 國民黨也要看清楚 也就是說 當人家已經開始做 這麼細膩的清理戰場 甚至包含臨場所 有人跟我講 注意 臨場所都是清理戰場的一部分 有可能 對不對 沒錯 所以請我們大家提高警覺 回頭我再講一句話 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 在同一條船上 如果你要下架民進黨 你現在所有的紛紛擾擾 就一定一定要把它降到最低 是 原知 我聽講是間隔的部分 間隔我聽說 因為現在英系一直希望 間隔去選何志偉那一區 就是英系 為什麼 因為何志偉就得罪黃成國 然後跟趙介佑 他們那些翻臉 所以英系的評估是覺得 何志偉如果初選 遇到王世堅 很多民進黨的人 不會去支持何志偉 王世堅如果說 又可以吸納一些中間票的話 那民調他是可以引何志偉 所以間隔已經是去那一區 而且他今天受訪自己有露線 他的講法是說 他過去做過立委 那時候是台北市南區 是中正萬華 大安文山跟 還有一個中山大同 中山大同 他講成士林大同 士林大同是哪一區 士林大同就是何志偉那一區 所以大家下禮拜可以看 他如果去 應該就是要挑戰何志偉 這是英系在運作 那賴清德的部分的話 確實 賴清德因為自己 曾經被網軍霸凌過 大家知道 國家機器會出動 會介入選舉 跟網軍很厲害 這都是賴清德講的 他那時候說 蔡英文都這樣對付他 這是他認證過的 所以他自己被側翼霸凌過 他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所以不喜歡用側翼 我不知道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對不對 所以如果賴清德之後 如果又跟側翼靠攏 又開始運用側翼的話 我瞧不起他 就是他自己被側翼攻擊 來用側翼 這會讓人家瞧不起 但現在看起來是 他想要跟側翼保持距離 他想要用一些正規矜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因為就我了解 好像現在貶系什麼 都是在幫賴清的 從南投就開始 那貶系的操作 像馬永成那些人 他們都是用歌喉戰 就是大家進去 然後一塊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大家想辦法把自己的區塊固住 每個小的區塊固住 那幾小勝就為大勝 但他為什麼會找那些 所謂的比較有聲量的民意代表 加入他的團隊 因為每個人在某一個區域 都是一方之霸 他只要能夠整合成功 對他一定是有幫助的 這就是標準的過去 陳水扁的打法 陳水扁跟欣系加起來 欣系的話 因為過去實在是惡名昭彰 我看起來賴清德 應該是不太會理他們 否則的話 賴清德為什麼他請吃飯 如果我是賴清德 我要呈現團結的話 我一定先請欣系 因為我跟他最有矛盾 因為他不是 他最後請欣系 他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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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百貫 到百貫 去輕鬆